首先按我们惯例先首先介绍一下路标读书会 路标读书会是以上海地区为中心的 然后在19年成立以来进行了多场的线上的和线下的讲座 然后除了以哲学艺术和文学为主以外 对于多个领域都有跨学和跨地域的一个综合的一个跨界的活动 现在今天是和表征与理项和公众号进行的一个联动合作 然后这个是鬼爵子他办的在主办的这个公众号 还有鬼爵子也在鬼爵子兄也在做小宇宙上面 做例外状态的一个音乐播客APP 是在现在在法国读之前读文化研究 现在是在读哲学的一个非常厉害的一个主讲人 所以现在就废话不多说 请鬼爵子来进行这次讲座的介绍吧 好了非常感谢大家今天有空来听 就是因为我是先介绍一下我自己吧 我本科是在这个加拿大读的语言学和哲学 然后硕士是在比利时读的文化研究 现在在法国主要是因为疫情被困回不了国 然后顺便在法国学法语 然后主要研究方向是这个法国的后结构主义 不过由于法语学的时代太差 后面不打算继续在法国读博 开始考虑申请一些这个英语的项目 然后呢 对反正就是我们这个公众号和播客 大家有空都可以去关注一下 就就在这个地方 对然后对播客就就会请一些我们这个 在巴黎这些周围的朋友我们聊聊很多事情吧 比如说有艺术啊哲学啊理论啊这些东西 没有像一般路标讲座这么正式 反正闲聊居多 不过也会聊出一些有意思的东西 那今天就先开始我们这个这个讲座吧 今天我主要想谈的一个是什么呢 也是我这个说诗论文写的东西 我说诗论文虽然说现在还没写完 不过基本的框架有了 所以呢主要是谈论朗西埃政治美学当中的这个平等的概念 然后因为我想啊 就是在中国的这个语境下 大家讨论这个很多这种自由啊平等啊左右啊 这些东西是非常不具体的一种讨论 非常的想象性的一种讨论 因此呢其实我今天做这个东西 也是想给整个这个中文世界 大家就是来看看就是如何能够把一个概念 特别具体的进行讨论 而且是依照文本的进行讨论 这样的方式呢是一个做学术的基本态度 而不是说基本上大家哎呀 你说到自由就是无所谓就是无边无际 说到平等就是什么大家都一样没有绝对平等 这种这种话语在这个整个中国的discourse当中出现太多了 所以我就觉得 其实很多人大家根本不不去思考这个最基本的问题 那因此呢就是也是借由朗西埃 我就来想谈一谈这个朗西埃是如何看待这个平等这个问题的 嗯这是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呢就是说像整个法国的后结构 呃其实朗西埃可以算后后结构 就是后结构之后这一辈人 呃尽管他也是这个六八那一代 但是他比福科德里达德勒兹他们都小 呃就是要去理解朗西埃呢 当然朗西埃的东西比较好读 这是我主要选择这个朗西埃做的原因 因为本来也想做福科啊 或者说是做阿甘本做德勒兹什么的 但是由于研究生这个水平实在有限 压根读不懂这些东西 那所以呢就只能选择这个朗西埃比较好读 一是朗西埃文字简单清楚明了 二呢朗西埃讲逻辑 这个不像很多这种法国的这个后结构这帮人 他的文字上面的这个逻辑 你也看不出什么关联啊 尤其是这个反俄蒂普斯 我读了这个反俄蒂普斯的第一段呢 我就放弃了啊 他这个写了一大堆这个我不认识的词啊 然后看起来很精神分析 但是完全不知道在干嘛啊 所以我当时就跟德勒兹这个告别了 嗯不过水平有限啊 现在现在通过这个对朗西埃的研究呢 也多多少少进入了整个法国哲学的语境 呃所以呢 我今天这个讨论呃是呃是是是是这么个 我主要的这个内容呢 是想先讨论这个政治平等和这个审美平等 在朗西埃这个著作当中的论证 然后呢 我的基本的研究方法呢 就是文本细读加这个论证重构 呃很重要 这个基本上就是你去研究这个哲学的的一个基本方法吧 你首先要贴近文本 其次呢都要对文本当中的论证进行这个梳理和重构啊 如果说看很多中国的这些论文 他几乎没有论证啊 尤其是很多这个啊 纸网上的这种paper啊 包括还有就是写出来的这种研究的啊 著作基本上属于这种introduction的这种level introduction的level呢 他就只能给你介绍一些概念 然后一些关联 讲讲历史 然后呢 但是终点的这个论证完全没有啊 A是如何到B B如何到C 中间的结结论是怎样 没有 所以呢 在整个中国的这个哲学语经当中 哲学是缺失的 或者说压根就没有哲学啊 因为哲学很基本的 是强调逻辑和论证 这个是你要把一个东西讲清楚的一个 最最最最基本性的方法啊 我们先不谈这个啊 什么反罗格斯中心主义这种问题啊 因为大家反罗格斯中心主义是基于你已经 罗格斯非常超越了 罗格斯非常全面了 罗格斯已经成为一种主宰了 你再去反 这是合理的 那如果呢 在我们这个语境下还没有罗格斯的出现 我们如何去反对罗格斯 是吧 这个很重要 那因此呢 这个今天就主要分为三个章节 呃 然后呃 一个是intro 一个是politics 一个是assetis 我的重点是在politics这一章 因为因为这个politics是主要基于这个朗格斯的这个disagreement 中意叫奇异 但是我完全不推荐大家去看中意本啊 去看这个英文本就会好好懂得多 我看中意本就看完之后我就哭了 我说这他妈是个啥 我觉得我智商受到了挑战 啊 这这他妈什么鬼 啊 完全搞不懂 然后看完英文的 说我操这个原来我智商是够的啊 原来我能看到他受啥 所以呢 中意本的这个问题很大 尤其是在整个这个二世纪啊 这个这个哲学当中啊 你可能以前的这个文本还行 比如说什么迪卡尔啊 洛克啊 休默 呃 还行 还靠谱能看 那你到整个法国后现代啊 这些东西 你这个文本怎么办 呃 尤其是像我现在也在翻译 我现在在翻译巴特勒 呃 就是 总的来说吧 这个学术界的这种翻译 几乎呢 呃 不靠谱 就是不靠谱 就是你你业余去看一看是OK的 但是如果你想要做研究的话呢 呃 几乎就放弃吧 就不要看中意本了 对 所以呢 至少在朗西埃这块是是这个样子 呃 好了 那我先开始这个 介绍部分吧 介绍部分我分为这么几个小的命题 或者是小的topic来讨论一下 因为我在研究朗西埃的时候 发现了一个很重要的点 就是 其实我们整个中文语境当中啊 对于这个20世纪的这个法国哲学 或者当代法国哲学的理解是非常不充分的 呃 是有一个非常关键的点 几乎是缺失的 这也是我最近在翻译巴特勒和在读这个后志民时候 后志民的理论当中所发现的非常重要的点 所以呢 今天也是借此机会跟大家分享一下啊 听到就是赚到 这个非常关键 就是如果 如果这一点不搞明白 几乎无法理解啊 整个后六八 整个后结构 他们到底是是想干嘛 他们的这个哲学的起因 他们的内在的动力 以及他们 对 他们为什么要这么干 对吧 为什么要要批判这个在场 想而上学 为什么福科要去研究这个历史当中的断裂 啊 为什么这个德勒兹要谈论差异 啊 包括这个朗西埃为什么要谈论这个平等 啊 这个问题搞清楚了 你才能一目了然 不然的话呢 几乎都是在抓瞎 啊 对 所以呢 我就先从这块开始谈论吧 那从开如何理解这个法国当代哲学开始 就是说 一般我们会认为这个当代哲学 可能就是说这个二世纪的哲学 它包括了什么呢 存在主义 经人分析 符号学 结构主义 后结构 等等 这些几乎都是我们不管在学哲学史 还是在学文学理论 文艺理论 文化理论 都会接触到的东西 但是呢 重点问题是在哪呢 不管是任何的这个导读的书目 还是在课堂上去谈论这个二世纪 哲学的这个老师 他们几乎都没有把这个最根本的问题讲出来 只是类似于你去逛商店 一样商品一样商品的给你介绍 说 哦 我操这个法国有个这玩意 有个那玩意 大概就是这种外国货的感觉 让你知道一下外国货是什么东西 但是呢 这个外国货如何产生呢 他们为什么有这样的问题 几乎没有 这是这个在中国去研究哲学 可能 当然我没有在中国上过哲学了 但是我听过一些这个哲学课 我觉得问题比较大 嗯 那如果如果有的话 其实大家可以指证啊 是因为我确实没在中国读过哲学 但是我看他们的这个研究 发现几乎都没抓住重点 那我想说的是呢 如果要去看待这个法国当代哲学 一个核心的点 就是要去搞清楚 这个他们跟黑格尔之间的关系 呃 这一点呢 就呃 很重要 就是如何重要的呢 就是很 其实在英语学界 呃 这个这个观点呢 是从80年代之后 逐渐开始被强调的 因为这个 呃 七八十年代吧 就是这个French Theory 就法国理论这个玩意儿 实际上是在美国火起来的 就是像福克德里达这帮人 嗯 在美国的这个文学批评圈 啊 火了之后 大家才对他开始进行接受 但是 那个时候的这个 从文学批评圈的这个角度 去对 呃 理论的接受呢 是局限性非常的大 因为他们没有把这个玩意儿 当做一个哲学 只是当做一个文学批评的工具 例如这个呃 耶鲁的这个解构主义学派 卡勒啊 卡勒有一本书呢 叫做论解构 也是前段时间 我看了一下 而且整个 如果说是中国的文学界 接触这个西方理论啊 或者当代理论 也是从美国这个路子来的 那他们这个路子呢 是怎么回事呢 就是说哎呀 这个有了一些新的玩意儿 什么解构主义 后结构主义 这种东西啊 然后我们如何看待处理这个文本 与读者这样关系 就是 这个是美国的路子 也是整个中国这个文学批评条 文化理论 他们很多人是从美国那边学来的 比如说比较出名的这个赵一凡呀 啊 什么杨 陆阳呀 就这些人啊 他们是去美国学习 然后带回来这些东西 但是这个玩意儿本来到美国 就已经是一个舶来品了 啊 经过美国的这个本土的转化呢 就压根就已经面目全非 那所以呢 当时80年代这个玩意儿 对于法国理论理解的比较透彻的呢 我看到了有两个人 一个呢 是这个朱蒂斯巴特勒 他在这个 他的博士论文写的就是这个 二世纪的法国哲学当中的黑杆主义 然后 他的博士论文后来扩展到 因为博士论文期间 他只写到了这个 三个人 科耶夫 伊波利特和这个萨特 然后他的第一本书叫做欲望主体 就是他的博士论文的阔写 是出到了这个 呃 后结构 也就是包括了 福克德里达拉康德勒兹 然后 就这本书呢 就很关键 但是国内一直没有人在翻译 啊 然后呢 这本书写的呢 也确实比较难 但是很明显 巴特勒是抓住了这个法国哲学的重点 他看到了这个 要是想搞明白 二世纪法国哲学 一个最核心的这个命题呢 就是要处理 他们与黑格之间的关系 嗯 这一点呢 德勒兹和福克都有强调啊 德勒兹说这个 我们这个 法国是 法国哲学呢 有一种普遍的 反黑格主义的这个传统和倾向 然后福克也说这个二十世纪的法国哲学的主要任务呢 是处理这个 呃 你像他有一本书叫白色神话 然后2014年有出 是讲后知民理论的 然后白色神话整体的这个路子呢 是拿后知民主义来去解读这个法国哲学 反正这本书我也看了 很推荐 然后很推荐 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看一看 这个白色神话当中对于整个法国哲学的这个讨论和理解呢 是我目前见到的比较深刻的 虽然说他讨论的不是具体的问题啊 但主要也是思想史方面的东西是拿整个后知民理论来去解读 那因此呢 其实我们就在这儿可以看到 不管是女性主义还是后知民主义 其实都跟这个法国哲学 或者说后结构主义是有很深刻的关系的 那因此呢 首先我们来看一看啊 这个当代的这个法国哲学 他们跟黑格尔究竟是怎样的关系 呃 首先呢 巴特勒那本书叫做Subject of Desire 欲望主体 现在就就英译 中一本可能明年会出 不确定 有可能 然后呢 这个这个我们先看啊 就是他这个这个法国哲学跟黑格尔这样关系是这么一回事啊 首先他的第一代的这个早期禅试者呢 就是科耶福跟伊波利特 当时呢他们就像像像科耶福在去开了好几年的这个黑格尔的这个讲座啊 黑格尔的这个SIM seminar 反正影响了这个整个法国一批人 然后呢 伊波利特呢 是福克老师 当时呢他们就是在这个高中还是这个预备班的时候啊 教哲学 然后一辈子呢 原因这个福克呢也也关系很好 所以呢就是这这俩人呢是这个 二世纪早期 在在这个法国对于这个黑格尔这些进行异界 和进行这个commentary 就是评论的人 他们的这个对于黑格尔的看法呢 是深深的影响到了整个第二代 也就是后结构主义这一波人 这这波人呢就有这个福克 德里达 德勒兹 巴迪欧 巴特勒 齐泽克 拉康 伊利格瑞啊 就就几乎是这些人 然后国内的话呢 目前研究最少的就是这个伊利格瑞了 他是一个精神分析的这个女性女性主义后结构精神分析 就就就就就就对 大概是是这样啊 反正还研究的比较少 对 嗯 那他们主要的这个观点是啥呢 他们怎么看待黑格尔呢 他们主要的这个看法呢 基本上是受这个呃 科耶夫和伊利格瑞和这个伊波利特的影响 把黑格尔当作是一个总体式的封闭的 统一的all encompassed的这种哲学家 呃 这个这个这个举例来说嘛 就是基于这个精神上学 呃 精神上学当中呢 有这个意识 自我意识 他者 然后呢 辩证否定 最后到这个绝对精神 就这么一个过程 所以呢 这个根据啊 根据这个法国哲学对黑格尔理解 啊 这个万事万物最后都被同意 然后被包括在这个黑格尔的这个绝对精神的体系当中 然后呢 最终的目的是 走向绝对精神 因此呢 他是一种目的论的 线性的 然后呢 同一性的哲学 呃 呃 对 然后仨啊 巴特勒的基本上 巴特勒和这个杨啊 的论述呢 基本上是差不多的 也是这么来看待 我我现在其实也是在研究这这一块这个东西啊 所以像大家如果关注我们这个公众号表征与你像当中可以看到我翻译的一些这个黑格尔与法国后结构主义之间关系的这个文章 对对你们去理解这个这个事是比较比较重要的 那除了齐泽克以外除了齐泽克以外他大部分人都比较反对这个黑格尔 齐泽克是比较支持黑格尔的 但是齐泽克强调理解中黑格尔呢是另外一种黑格尔 是一种否定性的黑格尔 也就是说这个齐泽克认为呢 这个黑格尔哲学当中的这个否定是非常重要的啊 然后这个否定呢是一种绝对他者是一种无法被同意的否定 呃 然后这种否定呢是整个辩证法的引擎 呃 齐泽克大概是这么认为的 然后 嗯 然后就是说一下吧 说一下这个在场想要上学 就是其实我跟你说啊 大家可能还是听听这个东西有点奇怪 就是说不知道他们为什么反对黑格尔 以及为什么把黑格尔这么理解 呃 以及为什么德里达要谈这个 这个什么在场想要上学这种东西啊 尤其是中文看着也很怪 英文看着也很怪的这种东西 呃 但是这个东西呢 我最近想透了 想明白了啊 跟大家分享一下 所以先先把大家迷惑一下 然后一会再抛出我的这个解释 呃 让大家就不不那么迷惑了 好 嗯 那在场想要上学 谈论的是什么呢 比如说常见呢 是罗格斯中心主义 现行的历史观和目的论 teleology 就这种东西啊 这种东西 你看这个词儿 老师上课也给你讲啊 书里也这么说 但是他完全没跟你说 这他妈到底是个啥东西啊 包括前面我讲的这些东西 这都是很常见的说法 但是他不跟你说 这他们到底在干嘛 对吧 那好了 如何能够去理解 他们到底在干嘛呢 这就是很关键的啊 到下一步 就是说你 我们如何去理解啊 他们整个后结构所做的事情 如何要去反对佩格 必须基于一定的历史的前提 这个历史的前提是什么呢 就是一 这个阿尔及利亚独立战争 二五月风暴 呃 在白色神话当中呢 这个这个羊已经非常明确的指出 这个整个后结构主义 是跟阿尔及利亚啊 独立战争是非常有关的啊 为什么呢 这个呃 比如说德里达呢 他就是在阿尔及利亚出生 哈福克呢 当时是在图尼斯 呃 然后什么什么利奥塔啊 这这些人 反正基本上都有关 就是这帮人呢 他是跟殖民地有着很大的关系的 然后当这个殖民地开始闹独立的时候呢 他们就重新开始反思整个西方文化 啊 不管是站在自己的立场啊 自己立场 比如说基于阿尔及利亚 基于自己立场 比如说像德里达的这个立场呢 他就是站在自己可能是一个阿尔及利亚人 然后曾经说着法语 学习着法语 但是呢 独立之后又被法国抛弃 就是这么一种摇摆不定的心情啊 所以这个德里达呢 就有一本书 叫做他者的单语主义 monolingualism of the other 啊 然后 这本书里面呢 就是解构了这个母语和母国的概念 啊 因为呢 这个嗯 德里达认为呢 实际上你不拥有语言 是语言在说你 而且呢 你跟这个语言也没啥关系 说白了 他 你们的关系都是任意的 因为你是任意的出生在某个地方 那因此呢 其实没有母语也没有母国 你自己爱说啥话 说啥话 啊 所以呢 这个整个这个后后结构啊 后后结构的话呢 跟这个后知民 他的这个关系 基本上就确立了 就就在这儿呢 因为本身这个后结构的这个理论 他是有一定的经验性的回应的 回应的就是这个 他者的问题 那其实呢 啊 其实呢 整个反黑格主义 也是强调这个他者和差异 嗯 对 那先先说这块吧 先说这块 那因此呢 我们就会看到啊 这个对于欧洲中心主义的批判 新方中心主义 殖民主义 呃 和对他者的强调 几乎都是跟整个 阿尔及利亚独立战争 有着很深刻的关系 大家如果想看这个东西 去读白色神话 啊 然后呃 然后呢 五月风暴的话 这个东风有讲 他只不过是 把这个玩意儿 跟毛主义扯上关系 但 重点还是 当时的这个消费 就是后现代语境 就是消费和戴高乐的这个集权 所以呢 呃 所以呢 这个东风可以看看 白色神话可以看看 他这个讨论的东西呢 就跟跟现在 呃 有点像 啊 啊 对消费主义嘛 所以大家都在讨论 所以中国现在是进入到了 这个后现代时期 呃 只不过没有后殖民 所以我是比较想强调这个后殖民这个这个角度了 从后殖民的这个角度能的话 很明很明显就能看到 这个这个后结构 他们是为什么要去反对黑格 呃 比如说 这个后殖民 大家后殖民 这个理论家都会去引用的 这个法农 法农的这个有一个经典的表述呢 是什么呢 他就说 对于这个被殖民地的人来说呢 他们 他们就是有一个 对于他们对于他们来说 有一个绝对精神 这个绝对精神呢 就是成为西方人 成为殖民者 成为这个普遍的人 那 就是这整个 就是基于这个后后殖民 对于黑格尔的理解呢 你可以把它理解为这个样子 也就是说这个绝对精神呢 就是一种目的 一种命令 命令你要去成为的这个东西 然后他永远要把你进行这个统一 啊 然后 嗯 统一 那 那那之后呢 就 就就就就就就你无法逃脱 那反正整个 整个法国人 他们就是这么来理解黑格尔的 那因此呢 这个统一性 啊 这种总体 这种目的 提了的这些目的论 啊 就就是被他们来 来用来攻击的东西 那具体这个东西到底是不是黑格尔呢 其实也不好说 因为本身大家都是在进行这个创造性误读 啊 基于这种创造性误读呢 才会有更多的新的这个 这个哲学的思想的出现 这也是他们来去回应他们当时最基本的一个问题的 一个前提 对 嗯 嗯 然后 呃 呃 然后 然后是什么 对 然后是什么 然后就到朗仙了 然后 那我们就看看这个 朗仙 朗仙这个 作为 呃 这个 这个好像评论里面 有人对这个 这个 他们这个读法不太满 是吧 满意 是吧 啊 是啊 哦 那那我 我让你来跟我讲一讲黑格尔 你不也一直也一直不讲吗 对不对 那我就只能看看这些二手了 哦 这个二手的这个这个 这个三三七十八首黑格尔 那反正呢 这个重点不在于黑格尔到底是啥的 重点是他们如何去理解黑格尔 以及我们如何来接近这个法国的这个后结构 对 黑格尔就是个靶子 就跟柏拉图一样嘛 就跟柏拉图差不多 啊 你天天当个稻草人 啊 打他 踹他 踹踹得很舒服 啊 对 那我们就再来看看这个 呃 呃 朗仙啊 朗仙作为这个后六八一代的人 开始反对这个奥尔都塞 呃 很关键 就是说是什么呢 这个也是一个很很历史性的事件吧 啊 就是说 嗯 首先呢 这个也是也是在东风里面讲的 东风里面讲的 呃 就是 当时呢 当时这个年代六十年代结构主义盛行嘛 结构主义盛行之后的话就 就大家都开始这个这个这个像什么 史特劳斯呀 就这些人 就是就结构主义盛行之后 他主要反对的是什么呢 那基于东风的这个解读是反对的是这个 这个 一个萨特存在主义 这是一个就是强调这个主体性 一个不强调主体性 主体和结构 这个玩意儿也整个二十世纪的社会理论的 一个基本的这个讨论的主题 呃 那如果往前走呢 就是自由意志和结定论 然后放到二十世纪就是agency and structure 那放到哲学当中呢 他就是这种啊 这种存在主义和结构主义 那反正呢 结构主义胜利之后呢 就二 萨特就被打倒了 萨特就没有人再相信他们了 那但是呢 这个偶然的事件就发生了 比如说这个 呃 六八年的这个五月风暴 啊 反正大大大大部分人就开始上街 尤其是这个学生啊 工人啊 就上街 然后呢 当时啊 他们很多这个这个学校的这个学生就就发现 哎呀 你这个阿尔都塞 你不是搞马克思主义吗 对吧 但是你却无法准确的预测这个革命的发生啊 所以说我们不跟你了 我们要把你批斗啊 不跟你玩了啊 阿尔都塞不行 那因此呢 他们就提出啊 这个结构不上街 因此呢 大家都开始批斗阿尔都塞 阿尔都塞的整个这个哲学的这个这个事业呢 就开始走下了这个走走走向了这个衰弱期啊 基本上就跟这个六六八有关系 然后呢 那因此呢 在这个时候呢 整个左翼的这个思想呢 就开始转向这个偶然性的讨论 因为不管是在这个马克思啊 就马克思的这个哲学当中 他们对于革命发生 其实是基于一种目的 或者是一种呃 避眼性的一种推论 那因此呢 在中国大家比较熟悉的这种经济还原论的模式 虽然说已经在在整个这个西马学界就被皮臭了 啊 但是呢 多多少少还是带着这种很强的这种啊 决定论式的思维 那至于这个那肯定不靠谱呀 对吧 所以呢 这个大家开始啊 换一种思考方式 比如说思考这个事件啊 巴迪欧啊 讨论这个事件 还有陶一线 德勒兹 还有呢 那最后呢 这个阿尔都塞呢 痛定思痛 痛改前非 在这个已经封了的时候呢 写下了这个偶然相遇的唯物主义 啊 他写的这个时候 有没有把他妻子杀死 我倒不知道了 反正大概 他晚期就已经成那么回事 那 那从这个朗西埃的这个角度来看呢 他首先发现了 这个阿尔都塞哲学当中的 这个不平等现象 他认为这个 阿尔都塞认为啊 如果要这个 要有革命 革命需要这个理论家来 对这个工人阶级 进行领导 进行这个理论的武装 那朗西埃在这发现 那你是不是就认为 这个理论家 就一定比工人牛逼啊 是不是啊 是不是 这不就不平等了吗 那因此呢 这个朗西埃第一本书 叫做阿尔都塞的这个教诲 The Lessons of 阿尔都塞 这本书呢 应该是正在翻译的 嗯 并且呢 他后面那个无知的教师啊 主要批判的这个形象呢 也都是阿尔都塞 也就是说 哎 你这个 凭啥 你这个 当老师的 或者哲学家 就一定比这个工人牛逼呢 对吧 你不行啊 应该大家都是平等的 一样的 那 这是一点 第二点呢 就是说他发现 这个马克思主义当中的 这个传统的工人形象啊 或者是无产阶级 过于的扁平化 难道工人就只能是 在这个工厂当中 一边进行生产 另一边出了工厂之后 就进行再生产吗 现在认为 这显然是 不太可能的 因此呢 他的整个这个博士论文 他就是去写 就是他的那个逻辑暴动 就是去写这个 19世纪的工人的这个研究 嗯 那因此呢 他在他的博士期间呢 就是去重回到 19世纪的 工人阶级的历史 去发现了这个 新的工人的话语 以及他们的形象 然后这其实是一个 比较美妙的这个论述了 啊 比如说这个 呃 崩 有一个好时光啊 描述这个 呃工人阶级是如何在酒吧里面 这个喝酒 然后谈天说地 那还有去讲一个这个例子 也是经常在港港朗西埃的这个文本当中出现 就是说这个 他发现 有这个 有一对这个有一个工人吧 或者他们几个人啊 经常这个白天工作结束之后呢 就回家晚上啊 读书 读文学 写诗啊 搞创作 甚至是啊 工人哲学家也有 就他们写的这个哲学的甚至啊 非常的清晰 呃 这是一个例子 对 就就很多吧 就是他发现 呃 还有就这些工人的形象呢 并不是像马克思主义当中的这种工人 那么的扁平 那因此呢 他就要要去在历史当中 发现这个工人实际的形象究竟是如何的 究竟是怎样的 那就是 整个早期的这个朗西埃的反对过程 基本上就是这样 那他之后就开始对 基于他的早期研究 来对他的这些研究进行充分的理论化 这是我对朗西埃的一个基本的理解 那因此呢 就是 我这儿有一个书单 这个书单呢 在我购书号里面 大家可以去搜索 呃 他的 就是我会把这个朗西埃分成四个时期 然后并且呢 除了朗西埃本人的著作呢 我也都附上了这个 英语世界当中的主要的朗西埃的研究著作 大家可以去看 嗯 那呃 呃 分期的话呢 就我分为四个时期啊 早期的话呢 一般人们称为这个 叫做二都塞主义者的这个朗西埃 为什么 这个这个玩意儿呢 就是基于这个大家都二书能详的这个独自本论 啊 独自本论这个书呢 虽然说大部分人可能知道是二都塞的 但实际上它是这么回事 独自本论这本书呢 其实是一个研究生的这个研讨班的一个论文集 也就是大概六十年代 我也不知道是哪一年吧 就那个时候啊 应该是六八之前 像朗西埃啊 巴迪欧啊 巴利巴尔啊 就这一拨人 就后结构之后是这这拨人啊 更小一点 比福克更小一点 他们那拨人在在上这个二都塞的研究生 是研究生的研讨班 当时呢 他们就在读资本论 然后呢 主要就是以这个二都塞的这个理论 意识形态与科学的这个这个区分 正后阅读啊 这就这些东西 来去解读这个资本论的文本 那做的比较好的呢 就是这个朗西埃 那就是所以呢 就是后来的这个学界呢 也会以朗西埃当时的那个文本 来去对二都塞进行批判 因为朗西埃写的比二都塞要清楚的多 这是一个 另外还有一个呢 就是巴迪欧也是在那个时期 他尝试使用数学本体论 来对这个二都塞的理论 进行更理论化 或者更科学化吧 反正大概就是这些事情 不过在这个读资本论第一版当中 其实是没有这个朗西埃的 因为他们闹翻了 所以这个二都塞就没有把朗西埃的文章放进去 反正直到后来呢 有一个这个complete edition 就是一个整全本吧 整全本有出版 然后英译也有英译本 所以可以去看看那个玩意儿 那个玩意儿里面有朗西埃的东西 然后呢 然后就是早期 早期就是说开始这个反二都塞 反二都塞 以及他的工人研究 基本上就是这个博士期间 然后到中期的话呢 就可以看到他有一个 他基本上在开始讨论政治和教育 基本上以哲学家 与穷人 然后无知大师 然后奇异 就这些著作为一段时期 然后再到后期 就他开始从政治走向审美 这也是一个基本的 基本的一个方法吧 反正整个左翼 最后就只能讨论审美了 就政治的审美化嘛 就政治美学化 审美乌托邦 审美弥赛亚 就整个左翼的理论 就基本上是走这个路子了 那好了 那这块就是一个前面的intro 我基本上介绍完了 然后接下来是 这个讨论 就是文本解读部分了 今天呢 我是主要是基于这个 disagreement这本书 来进行文本解读 然后来讨论政治这一块 我这会儿喝个水 稍微休息一下 稍微休息一下 喝个水 这个太干了 太干了 就基于这个intro的部分 大家有什么问题吗 可以先交流一下 我这会儿咱可以休息个五分钟 谢谢 大家有什么问题可以答在公屏上 然后 等一下主角人来一一回应 嗯 到学校 不管怎么办 怎么办 这一回应 我们都在这一旁 是不是 没有洒话 现在是中场休息环节 可能刚才讲的要着急 具体联系忘记谈了 大家可能还没太明白 那就是这样子 因为我们这么来说 基于法国二世纪 他们对于黑格尔的理解 在这 他们首先把黑格尔理解为一个 总体的封闭的统一的 这种all-in-compass的这些家 那这个 他的后果是什么呢 他的后果就是说 在他这个体系当中 他者不存在 他者不存在的话呢 你就可以对他者进行 各种的这种 就是他者不存在的危险是啥呢 就是这个危险就是很政治性的 比如说大豆沙 比如说反有主义 比如说殖民 就是都可以用这个逻辑来进行理解 你去殖民他 你去让他去进行这种 语言上面的教育 他就是统一 对吧 这就是他们想要讨论的问题 那比如说反对楼格斯中心主义呢 或者说是谈论这个在场前而上学呢 就是你基于这个后 后结构的理解吧 他其实就是说结构之外 其实还是有很多东西的 你不能只谈论这个结构对吧 你这个意义它同时也是 是进行这个会变化的 你如果只谈论结构的话 结构之外的东西怎么办 那结构之外的东西是什么呢 就是不在场的在场 就是女性 就是被殖民者 就是边缘 中心与边缘 女性与男性 西方与东方 就是所以就是 反正我是以这么一个角度 来去理解他们的 因为你单纯从理论上理解 不是好 不是那么好理解 但是如果从后制民女性主义 就这些角度去看 就比较清楚了 那中心和边缘嘛 女性资本 女性 被殖民者 边缘 少数族裔 就都是这些 这是不在场的在场 这就是 无产阶级 一样 老现在这里面的这个穷人 一样 不在场的在场 这是对在场 想而上学的批判的点 他就其实就是这 但是反正我是读了这么多年 这个哲学 没有人给我讲明白 等看了后制民的时候 才搞懂 所以大概就是这个样子 那你 放到中国也是 不在场都在场 对吧 你强调这个什么 尤其现在 就这个汉服这个事情吧 对吧 你中国人一定要穿汉服吗 中国是56个民族 你其他55个民族的服饰 怎么不出现呢 这是一个 那另外呢 这种本质主义的观点 就是 这个汉族 他也是一个建构的概念 对吧 就是等等 都都是这种联系 他在这 重点都是在这个地方 他不是给你 不是给你瞎几巴胡扯 给你扯 扯扯 扯几个 能指 所指 飘移 不是这些 好了还有问题吗 没有问题 我们进行这个下一张 好下一张呢 就是主要 这也是我们今天 这个讲座的 这个核心内容啊 非常核心 这个核心的 那反正我觉得 至少在 中文世界就不说了 这个中文的研究 就不怎么样了 那就反正 这个 我的这个解读呢 是 很精辟的啊 就大家可以听一听 如果大家有读过 这个disagreement 就会很好的 跟我进行这个沟通 没读过的话呢 我也会尽量 讲的比较简单吧 那这个整体的 他关于政治方面的论述 就在disagreement the ignored schoolmaster philosopher and his poor the emancipated spectator 就这几个著作当中 那好 先说这个论点 这个主要论点呢 就是说 他要论证 我们都是平等的 并且这个平等 是一种 作为前提性的平等 而不是目的的平等 作为前提呢 你看啊 作为人 我们都是平等的 且平等应当 被当作一种前提 而不是目的 这就 这就很明显了 如果大家带着这个 这个 这个跟黑杆之间的关系 就看到 注意到这个目的的这个词 就叫警惕 这这以前我读的时候 就没有注意到 包括这个英语学者 这个泰的妹 他估计也可能 没太注意到 他对于这个分析呢 是把这个 朗西埃放在 跟这个英语的 这个正人哲学的 对话的这个前提下 把朗西埃看作 是一种积极平等 而这个英语正人哲学 当中的那种 distribution justice 看作是一种 消极平等 那至少他就没有 去关注 他跟黑杆这样的关系 如果关注黑杆 这间关系 就是说 它是一种非目的性的 而是前提的 我们不预设目的 平等就是前提 它不是绝对 我们不需要去被统一 那在这里面呢 它有四个论证 这主要是我今天想讲的 这个第一个论证呢 是不平等中的平等论证 然后第二个呢 是语言平等论证 第三个是知识平等论证 第四个呢 是主体化的论证 这个好的 就是因为我本科 是读分析哲学的 所以做朗西埃证文本呢 最关键的 还是把它的论证提出来 这也是做哲学的 一个基本的态度 好了 然后就刚开始吧 第一个先讨论 这个不平等和一可能 那他的大概的这个论证 可以总结为这个样子 一前提一 这个不平等是事实 且普遍存在 这就是朗西埃所说的 治安治学二 不平等的存在 是基于我们 对于不平等的预设 比如说这个教师 一个学生 哲学家的工人 他有一个预设 那第三呢 不平等的预设呢 实际上是建立在 平等的前提之上 语言平等 这个是一个核心 叫他要去论证的 然后最后结果呢 就是说结论 不平等恰恰 是建立在平等的基础之上 这个昨天我在写 这个稿子的时候啊 这个我觉得 还挺挺挺牛逼的 朗西埃探 他能给你啊 从不平等当中 推论出 我们都是平等的 这么一个前提 所以就 我们来看一看吧 首先呢 他开始讨论的 这个不平等的神话 是何以可能的啊 那就是 他基本上的 这个矛头呢 就对准了 这个柏拉图和亚历士多德 就是古希腊的 这个政治哲学 那 也就是 在这个 迪斯规门一开始呢 他就开始 分析了这个 亚历士多德这段话 那我们先看看啊 在朗西埃看来 平等是政治得以开始的 最基本的价值 在迪斯规门当中的 前两章 朗西埃发现了 古代政治哲学当中的问题 也就是说 这个乌拉图和亚历士多德 都把他们的政治 建立在了一种 不平等的 治安秩序的基础上 然而这种不平等的建立 恰恰是在平等的原则之上 即语言的平等和知识的平等 然后这是我论文的这个翻译 所以就对 然后呢 我们就还是先从这段话开始吧 就是亚历士多德对于这个 人与动物的一个基本的区分 这个是中文在这儿 但是中文 就是你如果看英文 你就知道他在干嘛 中文就很难看 所以就我们看英文吧 对于我都标出来了 然后 这个我就不念了 我就不念了 我就大概跟你说一下 他们的这个关联 首先呢 他就说啊 这个 人的这种高贵的 这种政治的这个 Destiny 是什么呢 是有符号 可以有符号 是对于罗格斯的一种战友 一种拥有 然后呢 这种罗格斯呢 就是speech 就是言说 言说的话呢 他可以表达 然而呢 这个声音 voice 这个声音呢 他只能去indicate 所以呢 indicate 那因此呢 他其实 罗格斯是这个人 人所拥有的一个东西 而wise呢 是动物拥有的 那 如果你说罗格斯的话呢 你用语言去表达呢 人们是可以understand的 能听懂的 因此呢 也能区分 什么是有用的 什么是有害的 并且呢 也能够分辨 什么是正义的 什么是不正义的 然后呢 中间啊 他讲啊 这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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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种organ 这种器官的呢 这种器官的 这种 这种 他表达了一个区分 区分了动物 动物和人的经验 也就是说 动物呢 他的这个wise呢 他只能去表达 plier and suffering 是对所有的动物 都一样的 因为他们都有wise 然后呢 那对于这个 善与恶 然后呢 他是仅仅对于 这个人类 有效果的 然后呢 是在这个 useful harbor当中 所以呢 就这个 很关键 这个基本上是 朗格斯正不说 和他整个 哲学的这个起点 至少他 从我这儿看 是这样子的 所以呢 大家如果想要去 读朗西埃 当然 朗西埃有很多种读法 你可以 只读他的 艺术评论啊 图像啊 美学啊 电影啊 不行 但是呢 如果关注他的 政治哲学的 这一部分呢 就 这个很重要 那总结下来呢 他就是这个样子 我只提 一个最基本的点吧 也就是说 这个人是 游泳罗格斯的动物 然后呢 但是动物呢 他只有这个 voice 罗格斯是可以 言说的 而voice只能 发出声音 表示悲喜 这是就是pethos 就是情感 pethos 这个东西 所以呢 朗西埃说 朗西埃说 这个 亚利士勒德呢 把这个 logos和pethos 分别 一个给了人物 一个给了动物 然后并且呢 区分出了他们高下 logos是高于 这个pethos 但朗西埃所要做的任务 就是说 他认为 logos和pethos 没什么太大的区别 这是他的 理论的方向 那因此呢 这个 这块啊 就可以讲一下 这个 不平等秩序 何以建立 其实基本上 就是基于这个区分 然后 这个区分是什么呢 这个区分 比如说 奴隶制 奴隶 因为他们认为啊 这个古希腊人认为 奴隶是不拥有 罗格斯的 他们只能听 但不会表达 只能发出声音 而且这个声音呢 是你听不懂的 不对 声音就是类似于 动物的这个voice 那另外一个呢 就是对于这个 理想国当中 灵魂三分的 这个批判 为什么呢 因为他说 这个柏拉普 你这是哲人的谎言 对吧 你这个 坑坑坑 几八老百姓 对吧 就是什么 你的金银铜 你的这个卫国者 什么 什么哲人王 什么Guardian 这些东西 你就是扯淡 对吧 为什么呢 因为你的这个区分呢 完全是没有任何基础的 就是说是任意的 是基于一种 自然的contagency 也就是自然当中的任意性 这个任意性呢 你就是把自然当中的不平等 直接 一架到社会当中的不平等 也就是社会当中不平等 是基于自然当中的不平等 的这么一个前提 并且自然当中不平等 它并不是有一个绝对的基础的 而就仅仅是一个任意性 这是一个简单的解读啊 反正还有更多的 大家可以继续看了 写的这个书就好了 我今天主要先就最多是讲 讲这个地方 那然后呢 就是我们来看一看 他这是朗西安是怎么来论述的吧 这个是蛮有意思的 所以我这一块 直接把我论文里面的 有一些段落就翻译成中文了 就算说这个翻译的可能也不好吧 都是极其翻译的 但是也能看 也就是说 首先呢 朗西安讲的一个故事 是希罗德德在历史当中 他提出的一个故事 是奴隶战争 这个也蛮有意思的 因为这个 因为我当时写这个论文的时候 其实没太懂黑格 甚至是不懂这个 法国人眼中黑格 但是越看着越觉得不对劲 这个朗西安当中 虽然说呢 他表面上是在批判这个 古代政治哲学 但是他每句话当中 都隐含着对黑格的批判 你包括这个奴隶战争 对吧 奴隶战争 还有那个 不把这个平等当作目的 是吧 从字里行间都读出了 对黑格的批判 好 那我们看 他讲的一个奴隶战争的 这个故事是什么呢 是说 作为这个穷人和富人之间 斗争的一种表现 是一种纯粹由战争产生的 被统治者和统治者之间 平等的成就 战争开始于奴隶 他们发现自己和主人之间 没有什么区别 这种天然的相似性 鼓励他们得到这样的结论 他们没有办法 他们没有办法 被与他们平等的人所奴役 奴役 于是 他们开始向战士们反叛 不幸的是叛乱失败了 原因是 由一个战士总结出来的 奴隶们可以感觉到 自己作为奴隶的时候 并不是战士们使用武器 而是使用鞭子 这个结论可以看作是一种 对于 占有象征性差异的一种隐喻 这个差异的根源在于 拥有符号 奴隶们是 有能力理解罗格斯 而不具备罗格斯能力的人 这说明 与主人拥有表达正义和 非正义的符号 语言不同 奴隶只能理解 而不具有符号 他们的 这个 wising的能力 无非是表述快乐和痛苦的 纯粹声音 这是第一点 作为不平等前提的作用 第二点已经融入了 这场穷人与富人的斗争之中 正如朗西埃 正如朗西埃 所说 奴隶战争的分世 我们可以在这个阶级斗争的公式中 插入第二点表明 这个Demos 就是穷人 然后奥雷格雷是富人 如果我们承认Demos 是那些没有部分的人 那么他们不仅在社会中 没有任何位置 也不具备Logos 因为亚里士德德认为 最好的政体呢 是这个Farmer 或Demos的民主 因为他们没有时间来参与 这个城市的政治辩论 这就是Demos的双重政治缺席 也就是政治语言的缺席 和这个位置的缺席 这个地方呢 是下半部分的这个解读 我在下面会给大家解读 到底是什么东西 前面的话就是说 我们先把这个故事来 先把故事来看一遍 故事大概是这么回事 就是说 在希罗德德的这个历史当中 他讲述了一个 我也不知道是什么地方的 这个叛乱吧 不知道是罗马 还是还是希腊 就是说有一帮这个奴隶呢 他们有一天发现 他们没觉得 因为他们是奴隶嘛 也就是被统治者 对吧 他们没 他们发现自己并没有和 统治他们的人 有任何的区别 因为不管是长将呀 还是力量呀 还是怎样 包括说话 他们都没有任何区别 那因此呢 他们就觉得 那如果我们没什么区别 并且都是平等的 那你凭啥统治我呢 对吧 他们就开始密谋 反叛造反 那结果呢 刚开始 他们就互殴 互砍 就反正也打不过 那结果呢 好像是有一个军师 还是什么 出了个妙计 就说 哎呀 我有一招 我教你 如何去降服他们 就是说 你只要把挥 挥舞手中的这个鞭子 他们就会听你的话 乖乖的回去 当然这个故事吧 这个真实性 我们不去考证 但它其实是 是一个很隐喻性的东西 也就是表达的是什么呢 这个鞭子 我们可以看作是罗格斯 也就是对符号的战友 然后呢 就是当这个奴隶 看到了这个 这个主人 他们是战友罗格斯的 这么一个动物 他们有鞭子 他们有符号 但我们却没有 这样一个差异呢 使得 他们开始畏惧 开始认为 自己是 sphere inferior的 对 大概就是这么个意思 对 大概就是 大概这个故事 就说了这么个意思 然后 你用符号学的这个角度 去理解 是比较容易的 嗯 那我就 就 然后 然后在 就是这个东西是 呃 是跟之前我们讲 这个 呃 亚历士多德 这个玩意儿是统一的 啊 对 就是 然后 那接下来呢 就是这 这一块东西啊 什么人民呀 穷人呀 建建筑呀 寡头呀 这些东西 我们来 我们放到这个地方来 来 哎 没有了 啊 没有了 哦 没没放 我看看 哦 这这这放 放太远了 放太远了 我找 找过来 放太远了 哦 哦 放太远了 放太远了 那 那 我在在这个地方 我想想啊 那一会儿讲吧 还是现在讲呢 呃 先先讲核心的这个论证吧 他这个这个东西 他不是特别核心的一点 啊 核心的论证在这 就是 这个 呃 罗格斯的这个首要矛盾呢 是关于社会秩序的 也就是说 对这个标志着战友啊 城邦的象征性 呃 记号的差异 党先表明 为了理解这个秩序的 首要的罗格斯 为了理解 罗格斯是首要秩序 人们必须要 知道两件事 就是说 呃 这个秩序就是order啊 就是说 有 就是你知道 你要你要理解order 就是有这个一个order存在 然后你必须理解 你必须obey这个order 就是 这个order呢 是什么呢 就是一个人占有符号 一个人没有符号 一个人是有罗格斯 一个人只有wise 就是 就是这么一个秩序 啊 所以呢 这个order就是 我和你不平等 咱们是不平等的 那 因此呢 你也要遵循这个不平等 那大概就是这样子 呃 然后呢 呃 就根据这个条件啊 其实 呃 我们可以接着推论啊 就是说 你必须啊 你必须已经是命令你的 人的平等者 啊 就是 朗先生说啊 这个 这个其实那英文说比较好一点 只不过我翻译成中文 就是说 嗯 就是说 要满足这两个条件 就是一 你必须理解这个秩序 you must understand the order 啊 you must understand that you must obey the order 啊 这两个 这两个前提 就是说 得出了第三个 结论 就是说 you must already be equal with the people who order to you 这个用英文就说 就就很清楚 就是说 你必须 早已经啊 跟命令你的人之间 是平等的关系 你才能完全 对前两个 这是对前两个 这是 这是前两个要成立的前提 也就是说 当他告诉你 你 你是不平等的啊 我理解了 咱们不平等 啊 同时呢 你必须要去遵守 啊 obey这个不平等的时候 那其实我 咱们俩已经是平等了 因为 你在说话 我也在说话 我能理解你说的话 我们都能说话 那因此我们就是平等 这是 这是朗西埃的一个逻辑 嗯 那 通过 呃 就是 这个 我 我通过 把前面的这个逻辑进行延伸啊 就是可以 延伸到 这个地方 就是 说 如果我们把这个逻辑 进行延伸 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 为了使奴隶理解主人的罗格斯 奴隶至少必须知道两件事 就是我可以把这个order 换成罗格斯来继续说 你必须理解主人的罗格斯 你 你必须理解 你必须知道 它是如何产生的 呃 这个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 翻译成英文 就是说 you must already know the logos 啊 然后呢 第二个是 you must already know how to produce the logos 这就是 就是这两个命题 这个命题如何导出呢 就是我们可以借助这个 同样还是借助索旭尔 我们就可以来对这个东西进行一个区分 啊 为了辩语论证呢 就是我们首先啊 要引用这个语言和言语之间的这个区分啊 这个是 大家都知道 对吧 基本上都知道啊 那语言呢 是我们头脑中的一个系统或结构 它使语 它使语言得以出现 得以可能 言语呢 就是我们用来交流的普通的日常语言 如果我们加上这个结构主义语言的观点 我们就可以得知 语言正是言语可以被交流的条件 那因此呢 我们可以导出 奴隶必须知道如何生产罗格斯才能理解它 所以我们可以把言语的生产看作是罗格斯 而对语言的理解则看作是假设 其中罗格斯是假设的现象条件 否则没有语言 我们就不能理解假设的特殊意义 如果奴隶们知道如何产生某种语言 那么他们一定具有这种语言 因此奴隶们一定已经对他们说话的人是平等的 这就是语言平等的论点 可能要是绕 可能要是绕 大家要有什么问题提出来 我换成人话 讲就是说 他们认为就是说 因为他们之前认为 你这个奴隶 是能听懂我们在说啥 但是你不拥有语言 那这个是矛盾的 那矛盾点就在于 如果他能听懂你在说啥 那他其实已经是 这个听懂的这个语言 就是我们可以把它看作是言语 就是如果他有言语了 言语产生意义必然是在这个语言的结构当中 那因此呢 如果他能听懂你在说啥 并且他能对言语的意义进行理解 那么他已经有了语言的结构 也就是语言 那因此呢 他其实是拥有语言的 因此他就拥有了诺格斯 我是从这么一个角度来 对他进行论证的 符合整个结构主义的语言学的这个观点 那因此呢 我们就得出这个结论 我们的平等呢 都是因为我们都拥有语言 并且也有学习语言的这个能力 学习语言的这个能力 就是知识平等 是基本上是在这个无知的大师 无知的大师 里面这个这个讲的 他对 有人说的罗格斯和假设 你看吧 这个玩意儿 你必须理解主人的罗格斯 就是这个这个玩意儿 这个玩意儿 就是罗格斯 他其实是一个比较模糊的东西 我们可以把这个罗格斯 拆分成语言和言语 他俩都是罗格斯 但是呢 那这块讲的罗格斯呢 是说什么呢 就是说 就是说 就是言语 就是言语 你必须理解言语 二 你然后呢 你然后呢 同时你必须知道语言 也就是这样 他其实分成两个 一 你知道言语 二 你知道语言 对吧 但他其实已经就说了 如果一个是有言语 一个是有语言的话 那他就基本上已经是 有整个这个语言系统在里面了 但是呢 他们就不承认 不承认吧 就不承认 就是说你 你只能听懂我们 在说话 你但你不会说 那这是不可能的 就是大概是这么个意思 普遍教学法 稍微谈一下吧 因为这个其实是 大家接触了 虽然都比较多的一点 我简单讲一讲 就是 这个 他在这个 无知的大事当中呢 首先开篇 就是以这个 雅克陀的这个教学经历 为这个故事背景 他提到 就有那么这个 雅 雅克陀的人 有一个雅克陀的人呢 他在这个比利时鲁 大学教书 他教书的时候呢 给大家教语言 但是呢 学生呢 都只会说Flemish Flemish 就是荷兰语 但他自己教法语 但他不会说当地的语言 反正 就是有这么一个隔阂 那然后呢 他找了一本书 叫Telemach 是一个神话 然后呢 是一本双语书 是Flemish French的这种双语书 然后呢 他就说 哎呀 学生们 你们自己看吧 然后一个 然后一个学期之后呢 这个学生呢 就已经 就就会 会说法语了 反正就是这么一个事 然后呢 这个雅克陀呢 就说 这个玩意儿 应该叫做普遍教学法 Universal Teaching 也就是说 他认为啊 老师教学生 其实并不 并不在于 这个老师会上 老师不会的东西 同样也可以 交给学生 比如说 他压根就不会说 这个 他虽然说 他会说法语 但他也不会说 荷兰语 他没法 教他们吧 因此呢 其实 这个学生 就完全靠自学了 后来呢 他也就开始 教一些什么数学啊 教一些这个 别的乱七八糟学科 反正最后是 是被人投诉的 家长就觉得 你这个扯淡 对吧 你不好好教 但实际上 他的这个观点 是认为啊 这个 这个 这个老师的 这个存在呢 就是说 呃 学生学知识 不是从老师那里 来获取知识的 而是从知识 那里获取知识的 啊 那这个知识的 这个 这个 这个东西呢 就在在哪呢 比如说书本 啊 比如说课本 就是其实是一个 知识的象征吧 那他这把书给你 你小孩自己学不就完了 对吧 干嘛就不需要我教 那如果 这个 呃 像咱们这个 通常理解的这种教育呢 就是 老师先把这个书 看一遍 然后呢 把它 吃完嚼碎 然后再喂到你的嘴里 就是你只能吃一些 这个残渣剩饭 啊 大概是这么一个过程 那因此呢 其实你永远是 得不到知识的 就是知识本身 啊 为什么呢 这个朗西安的 这个论证说 这个为了保持这个老师的必要性 老师永远是在学生啊 是比学生走前一步 那因此呢 实际上他扩大了这个 这个学生与知识之间的距离 而非缩小距离 那当然呢 这个教育的本意呢 是这个老师帮助 这个学生来去缩小这个距离 但实际上呢 这个有知的教师 他恰恰是增加了这个学生 与知识之间的距离 所以他提倡这个无知的教师 这个无知的教师呢 他 核心的这个观点就是说 其实我们所有人都有能力去学习 这个学习 那在这一点上呢 学习不管是学语言 还是学别的东西 对吧 在这个基础的这个能力上 大家是一样的 那基于这种平等性呢 其实老师和学生之间 跟知识的距离也是一样的 并不是说谁更 往前走一步 往后走一步 大家在知识面前是平等 对 只不过是有人拥有了多少而已 但是 学生是 是应该是有这个权利 去自己探索这个知识的 而不是说 老师给你划定个界限 你只能在这个圈子里面跑 对 然后 这块就结束了 那咱们再做个小 对 这块大家有问题再提一下吧 可能有的地方没讲太清楚 对 对 这有一个问题 他问这个 这里的语言包括动作 可不可能是这个假设奴隶 听不懂的语言 但主人能够 这个应该不是的 就是他 他们是能够奴隶 能跟能够跟奴隶之间进行交流的 是应该还是基于这么一个前提 对 但他只是以为你没有 因为这个罗格斯除了语言以外 还有逻辑理智 就他的意思比较大 这个对 意思是比较宽泛的 他们可能认为这个 你没有理性 或者没有逻辑什么的 对 但是其实都是有的 大家这块还有什么问题 对 没有的话 我就继续了 继续 继续 做这个 就讲 讲下一部分 就是说 开始讨论这个 治安秩序和这个政治秩序 这个治安秩序 叫police order 就是一种 在朗西埃认为是一种不平等的秩序 是一种 在计算和分配上面不平等 但却被伪装成是平等的 这个就是所有的社会当中的秩序 就是我们现在就生活在这种治安秩序当中 但是你这个这个东西你不能不能表面上理解啊 他治安就他不是说那种是吧 就这块我讲啊 为了承听那个朗西埃对治安的用法啊 包含着一些不同的理解 朗西埃指出这个治安 治安秩序并不是pt police 就是小警察啊 就是警不是警察秩序 他也不是一种福克所谓的这个 嗯 mode of governmentality 也不是一种这个state apparatus 国家机器 都不是 因为他并不是简单的 像我们通常理解的 国家与社会之间的 那种简单的压制和冲突 在这一块就我们要谈论一下 他如何去看待这个计算上面的不平等 这个就跟我刚才没有讲的那个有关 是这样子的啊 就是说 这个不平等是什么呢 就是说这个 这个 喝点水 喝点水 哎呀 因为我这个人不知道该怎么发这个发声啊 就是都是在用嗓子进入说话 所以说多了就很难受 大家如果知道这个 如何可以不用嗓子来说话 希望可以教教我 这个用嗓子说话出多了真难受的 嗯 嗯 对这块是 是这样啊 就是 呃 我们可以想啊 就是在亚利士多德那个地方 他把这个城邦分为了三种人 是奥利格里 这个我都不会读希腊语啊 所以我就瞎读啊 大家就瞎听就行了 这个一个是奥利格里啊 奥利格里 这是寡头 然后呢 亚利士多斯 亚利士多克斯 就是这个贵族 然后呢 就是还有是 迪姆斯 就是这个 人民 啊 呃 人民 人民 对就三种人 这三种人呢 呃 这是亚利士多德提出的这种 这种 这种正体的这种类型啊 就是国家当中有三个三种人 其实类似于这个 伯拉图的这个理想国当中 灵魂三分当中有三个三种人 大家都可以 应该差不多啊 虽然说我也不是研究 专门研究古典哲学 但看起来问题不大 就是 他们是怎么解决这个正义问题的呢 justice justice啊 就是 是这样子 就是说他们认为啊 我们不应该只是 这个 看这个 呃 算术上的平等啊 算术平等是什么呢 呃 就是大家 其实就是分配 分配上面的平等 就是说给大家一样的钱 什么一样的房 什么机会 大家算术平等 叫算术平等啊 他们认为我们不应该 就是这个算术平等太肤浅了啊 他这个不是真正的平等 那真正的平等是什么呢 就是几何平等啊 他们那会儿都认为这个几何学非常高贵啊 是反正就就喜欢几何味 那几何平等是什么呢 就 就是说 哎呀 这个 大家都拥有这个 呃 各自的美德 就几何平等了 呃 就是寡头 就是寡头没有美德 他们只有财富 他们是少数人 所以他们只有 只有钱 没有美德 哦 没有 然后呢 没有美德 那这个 贵族嘛 他们是这个人群当中最好的人 阿瑞斯托啊 就是高贵嘛 对吧 这个 所以阿瑞斯托特啊 是吧 对吧 这个 所以呢 他们是有这个美德的 有阿泰尔卓越 也叫英文翻译叫excellence 这如果去学这个古代哲学的都会知道啊 这个 所以呢 这个excellence或者这个阿泰尔 就是 就是贵族拥有的 那剩下的老百姓有啥呢 嗯 对啊 老百姓有啥呢 就是他们觉得 哎呀 这个把钱 钱给了这个寡头 然后呢 这个 美德给了这个 这个贵族 老百姓有啥 不知道没了 卧槽 没了 对吧 这个一个道德 对吧 一个资本 是吧 然后他们就想想方设法 就造出来了一个美德 这个美德呢 叫做自由 反正这是朗学爱的解读啊 就是 他就造出来了 说人民 你拥有自由 啊 这就是你人民的美德 所以 对 对 这个就是 大概是这个样子 所以这是他们的几何平等 就是说 每个部分都拥有到了 你自己的美德 就好了 嗯 我们来看啊 从这块开始看 就是 在 在这个秩序当中啊 嗯 呃 就是 朗仙提出的批评是这样子的啊 就是说 在这种秩序当中 这个奥利格丽呢 和阿里斯托提 和阿里斯托提 啊 他们都是有这个美德 被计算在内的 但只有这个Demos呢 是没有被计算在内 因为呢 这个Demos呢 是只有这个作为空洞的美德 并且不应有罗格斯 啊 如果我们把 呃 这个玩意儿啊 就是说 在这个政权制度和秩序当中 宣称啊 这个我们社会当中是没有穷人的 啊 这个没有穷人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所有人都有美德了 所以我没有穷人 这个 大家 没有穷人 啊 对 所以呢 在这个治安秩序当中 它是一种没有穷人的秩序 没有穷人的秩序 就是所有人都有自己的东西了 啊 都有美德了 对 然后呢 朗西安认为 呃 这个 这个 这两个 这这也不是说 就是这 阿里斯托特和柏拉图啊 他们两个 呃 构建了一种不平等的政治学的基础 是基于对社会当中 每个部分的错误计算 柏拉图和阿里斯托特都已经注意到了 社会地位分配不均衡 背后的问题 并试图通过 将算术平等 呃 交给几何平等来解决问题 就是说他们虽然说已经认识到了 呀 我们社会当中有不平等 但是呢 我们想办法解决 解决一下吧 但他们的解决方法呢 也不靠谱 他其实是只是继续维持了这个不平等的存在 他们并没有有什么任何的改变 啊 不管是他的理想国 呃 just city 啊 city state 还是这个亚里士多德这个地方 啊 那就是说什么呢 亚里士多德在尼格马克伦的学第五卷中 对于正义的定义是什么呢 是呃 包括不多取有利的东西 也不取 呃 也不少取不利的东西啊 就是 对于你有利的东西呢 你不要多拿 对于你不利的东西呢 也不要少取 这种理想的几何平等 即承邦各部分之间 按照共同利益和谐的 这个 呃 和谐和谐 比这个算术平等和这个利害的权益 是更想更理想吧 那这种和谐的这个方式呢 就是 就是这样 就是我刚说了 就是每个人都都有一些 你的这个 你的品质 你的美德啊 所以呢 人民 但是他就说啊 人民的这个自由啊 自由是 是一种纯粹的发明 是一种 这个自由就是空打啊 就是空投支票 呃 你没有没有用 扯淡 啊 钱没在你这儿 然后呢 这个地位也没在你这儿 你人民就只有自由 他的这个自由是什么呢 就是 嗯 是什么自由呢 他不是不被统治的自由 他这个自由是这个自由啊 就是 呃 人民的自由是难以被衡量的 它是一种纯粹的发明 它来自于寡头 把他们的财务人 将为奴隶的简单的不可能 是什么转变为一种自由的表象啊 而为是是 然后而这种自由将成为人民 作为社会的一部分的基于财产 往下讨论的 就是说啥呢 是这样子啊 就是说 这个雅典的人民 Demos 是这个 这个Oligli的债主 就类似于发这个国债 或者地方债券一样啊 呃 然后呢 他们都是城市当中的公民 但是呢 由于他们是Demos 他们还是有身份的人 是公民 他们不能沦为纯粹的奴隶 那因此呢 他们就 得到了一个这个 空洞的这个 这个美德 这种呢 美德就是说什么呢 呃 这只是那些绝对没有其他 没有功绩 没有财富地位的人 就是 就是说 哎呀 我啥都没有了 就是你的这个自由呢 就是一个空啊 朗西埃就是 基本上是这么一个看法 就是说说白了 自由就是一个空话 对 嗯 就是说你反正 也不能怎么样 对吧 你就你就那样吧 然后呢 他朗西埃说 这是一种错误的计算 是一种根本性的错误 对于无分之人 就是说 啥都没有 无分之人说白 就是啥都没有 你啥都没给我分到 在这个地方 你他妈把我叫Demos 你给我说我他妈有自由 但是我实际上啥都没有 这种这个计算共同体内 就是这个党的形式 它叫party 背后逻辑其实是矛盾的 是基于一种误算 他把这个Demos的自由 是一种空洞的财产 把这个空洞的财产呢 跟其他两个这个 魅德相提并论 所以呢 这个城邦的几何必赢腾 根本就是不平等 大概就是这个意思 就是说哎呀 虽然说你的理论上说 每个部分都有了一个 他的美德 看似很好 大家对吧 但实际上呢 你都不坑人 对吧 说吧 你在坑老子 啥都没有 那这个就是他论述的 这个治安秩序的一个哲学起源 对 在政治哲学上的起源 然后 然后我们再来讲 他这个政治秩序 叫做politics 与治安秩序形成对比的是 朗西埃用政治一词 指的是一套合理的分配方式 使他看见 使他 使 他可以使看不见的 看得见 听不到的 听得到 听不懂的 听得懂 在治安秩序中 那些没有参与的部分 被排除在外 或不被计算 而在政治秩序中 他们必须在社会中 重新被计算和重构 朗西埃上的无分者和错误 叫做wrong和miscounted 指的是在政治哲学中 被错误计算的demos 或者说是在社会中 没有任何代表权或地位的部分 其根源在于 治安秩序当中的不平等原则 这个 其实整个朗西埃 朗西埃我认为 它是一个 厚厚结构左翼 或者叫左翼厚厚结构 就是它这个玩意 你一方面能够看到 是非常厚结构的逻辑 另一方面呢 是一个左翼的逻辑 厚结构逻辑是什么呢 就是说这个一样 你这个invisible invisible unheard 就这种东西 在社会当中 不被听见 不被看见 它就是一种不在场的在场 就是结构之外的 结构之外的这个东西 结构之外的剩余 所以它要恢复的 其实一样 跟后结构要做的事情一样 只不过它就是 它是以这个平等的维度 这个来讨论这个事情 然后我们就来看看 这个politics occur 我们可以从这 就是它的这个话里面 总结出来 这个politics occurs politics occur if and only if 以这个治安秩序 碰到了这个平等的这个秩序 平等的这个过程 就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治安秩序 就是我们现行的 这个社会当中的秩序 然后平等的这个process 就是平等原则 这个平等原则 就是老师 就我们刚才花了 大半天时间在讲 不管是不平等当中 有平等 还是语言当中的平等 就是这个玩意 就是说白了 就是我们都是平等 老师现在说 我们必须以这个平等的 这个原则作为起点 来思考 来形式 来实践 我们才能走向 这个政治的秩序 它就是基本上 就是这么一个逻辑 然后呢 在这儿有一个 比较有趣的东西 这是我去翻 英文文献里面找到的 国内压根没有人提 这就是 所以我这次来讲一下吧 我这次来讲一下 就觉得 因为这个 我有一个 我有很多朋友 也是做老家 所以就专把这个提一下 蛮有意思的 今天我看也在 就是Chamberts有一本书 叫做The Lessons of Hansian 就是 就是它是 当然是学这个 朗西埃的 The Lessons of 这个阿尔都塞的 那本书来写 它里面提到了 这么一个情况 就是在这个 英语 英语学界 英语学界对朗西埃的 这个政治 或者政治和治安之间 关系的 有三种解读 一种是 无政府主义解读 就是那个Tid May 另一种是 阿伦特式的解读 另外一种 是黑格式解读 这个是在整个 政治理论和政治哲学界 的一个讨论 我也写到 我的论文里头了 这些都是翻译 然后我就 也稍微给大家讲一下吧 因为也还蛮有用的 因为我看很多 那个国内的 那个文章 我都不知道 他们在干嘛 就就对啊 你好歹你也有点 有点创作 创新吧 对吧 你不管是怎么解读 得也有点解读 对吧 不然你就 只是说朗西埃的干嘛 是吧 那不行 那这个 Champson呢 就是 他在有一章当中 他就专门是跟这个朗西埃 英文研究者的一个对话 他们都认为 他认为这三种解读 都是把朗西埃 进行误读 带到了一个不好的方向 无政府主义的解读 是由Tid May提出的 他试图在朗西埃 和无政府主义之间 建立联系 May的解读是 在治安和政治 是两个相互排斥的概念 因此要实现政治 我们必须推翻治安 这与他的无政府主义项目 是一致的 Chamberts认为 May的解读 并不是绝对错误 因为我们可以找到 文本证据来支持朗西埃 将这个治安秩序 和政治秩序 视为oppositional 对立的 然而呢 Chamberts说 他批评说 May从朗西埃 在那里跑到自己的 这个项目上 走得太快了 我们的理解 朗西埃用这个对立 来描述治安秩序 政治之间的逻辑关联 即治安秩序 运行在不平等的原则上 而政治秩序 是运行在平等的原则上 在这个意义上讲 他们是对立的 然而我的实际解读表明 这个治安秩序 和政治秩序 根本是过程性的 前后者是由前者发声的 所以他们不可能 是两个排斥的术语 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根据这个无政府解读 就是说 治安和这个政治 是对立的概念 那如果我们要走向政治 我们要抛弃治安 就直接走向政治 然后 但实际上根据 不管是朗西埃的文本 还是怎样 就是说他们 他不是完全对立的 它是一个过程性的东西 我们要走向政治 必须是在治安当中 在这个治安秩序当中 我们如何走向政治 我们如何走向这个平等 就是说我们以这个平等的原则 进行形式 我把我们当作是平等的 我们来进行交流 就可以 就是 这是这样 那这是基于 disagreement当中 这是一种解读 另外一种解读 是阿伦特式的解读 因为阿伦特呢 有个什么纯粹 纯 纯 纯 pure politics 的这种概念 纯粹政治 那阿伦特的解读呢 也被这Chamberts所拒绝 因为这种解读呢 所提供了朗西埃的 这种纯粹政治 把它想象为了一个 政治学家 他挑起了一种 政治本体论和乌托邦 Chamberts都只想吊 朗西埃的政治 并不是纯粹的 他所提供的一个 将治安转化为 政治的可能空间 我的这个时间解读 同意Chamberts的批判 如果朗西埃 给我们提出了一个 纯粹的政治 那么它是两 如何使两个 意志性的逻辑 即不平等和平等逻辑 相遇成为可能 那么政治主体化 如何可能 这个阿伦特式的解读 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 这个因为当代 很多这个政治学家 他想象的一种 纯粹政治 或者叫政治本体论 他们在思考 一种纯粹政治 和一可能 也就是说 我们先不思考 这个现实当中的 这个观点 我们先思考 政治本身是什么 这就是一种 政治本体论式的思考 然后这种 阿伦特式的解读 认为朗西埃提出 也是一样 提出了一种 政治本体论 他的这个 这个politics 应该也是提倡 一种纯粹政治 但实际上 朗西埃的这个政治 是这个impure的 是不纯粹的 因为呢 他的这个 政治呢 其实恰恰就是 发生在这个 职业知识当中 因此他压根 不可能提倡 一种政治本体论 或成纯粹政治 这是第二种解读 然后呢 嗯 还有第三种解读 是黑格尔式的解读 这个解读呢 就是在朗西埃 关键概念当中 然后 然后这个蛮重要 然后 然后这个玩意儿 其实早年间 可能 10年之后 就是学界 中国学界 早些在研究朗西埃 的时候 他们也有讨论过 这个问题 就是这个 因为法语当中 他根据阴阳性 分成这个 LePolitic 和这个LePolitic 这个这个关系 然后还有一个 LePolice 这个 就是根据阴阳性 分这个前缀 然后 这种黑格尔式解读 是怎样呢 就是 呃 他他主张啊 这个 这个LePolitic 是这个 治安和政治的 一个共同基础 因此呢 从治安到政治的 转变的过程性 转变 可以被看作是一种 以政治为中介的 LePolitic 呃 呃 呃 阳政治啊 阳性政治啊 政治 阳性政治 为中介的 这个编程运动 Tambers在文本上 拒绝这样解读 在其作品中 进行了很好批判 为了简单 其间我并不繁琐论述 基于我的实义解读呢 在政治成为过程中 并没有第三个术语 LePolitic 这个调解的中担 只能在共同体的实践的 剑行平等原则的主体 自行来承担 这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 其实说白 就是Hager 这个这种 类似于这个编证法 编证法的这么一个过程 就是 呃 这个正正正正题 反题和合题嘛 就是把这个这个玩意儿 当作是一个综合 Synthesis 这样一种 一种综合 啊 然后呢 来综合了这两个 啊 但但其实就是有这个 根据这个呃 对 根据朗夏的文本呢 他其实是不太提供 有没有提供这个 就叫其实翻译成英文 叫做Political 翻译成英文 叫做Political 有个这个玩意儿 啊 但是这个就比较细节 所以这种黑杆式解读 我就把它认为 这个 需要一个中介的过程 才能走向这个政治 对 然后呢 那我的一个解读呢 其实就是什么呢 就是 就是实践呗 就大家都是以这个 平等的原则进行实践 就可以得到这个主体化 对 那重点呢 就是不是讨论怎么实践了 因为 这个朗先生也没讨论 那我们怎么实践呢 这朗先生当然给了个例子 例子就是说 在这个美国 那个黑人还是 呃 不能跟这个白人 同时这个 出现在某些场合的情况下 有一个这个 有一次在一个快餐店 然后呢 有俩黑人就跑到 这个快餐去进行order 就是点菜 然后 嗯 然后呢 这个这个这个店主呢 就很恐慌 因为说这个店只有白人能进 黑人不能进 然后就报警 把他们抓了起来 然后呢 现在就很赞赏 这样的行为 为什么呢 因为 因为这两个黑人 实际上是 已经认为我们是平等的 因此我可以来 你白人来的店 凭什么不让我来 嗯 这就是 这就是一种 实践 那我想探讨的是什么 那我想探讨的是什么呢 是 是 是 这个主体化 就是 主体化就是 subject vision 就是 这个主体平等原则实践 就是政治主体化 就是 这个主体意识到了 这个自己是平等的 呃 只不过这块有一个 也可以讨论的东西啊 就是 按照这个 分析哲学的逻辑呢 就是 我们可以讨论一下 一般有一个强主体化 或者是弱主体化 啊 所以 我 我在论文当中 也是这么去发展 这种逻辑的 嗯 这个强主体化和弱主体化 是什么呢 就是说 虽然说我们都是以平等的 这个原则形式 呃 呃 那我们如何来看到 这个主体 其实呢 呃 只不过我就是把分析哲学 和欧路结合了一下 这个 就是强主体化 可以看这是 每个主体都是抑制性的 这个不是说 A和B不同 而是说 A本身 是否是一个 抑制的主体 然后呢 弱主体化呢 就是同质的主体 就是 就是A和B不同 但A和B是平等的 啊 就是只强调差异 对 和平等 就是A和B虽然说不同 对吧 但是A本身 它就是A A是A B是B 啊 是指 这是一个弱主体化 那强主体化是什么 A 是所有A 就是A也可以不是A 就是大概是这个意思 那简单来讲呢 就是说 按照朗西埃的这个解读来说 呢 就是说 如果我们看待一个 呃 这个平等的事件 就这个工人呢 就是说 这个工人是不是 他只能是工人 他应该不只能是 不不不 不只是工人 就是如果说 这个工人和哲学家 是平等的 是是说 不是说我们在结构上 或者是观点上认为 啊 工人家 工人和哲学家 他就是平等的 而是工人 呃 在这个前提下 工人是工人 哲学家是哲学家 所以他是一种弱主体化 是一种同质性的主体 每个主体自我是同质的 那强主体化是什么呢 强主体化是每一个自我 自我本身就是意志的 呃 我不知道那个 multitude的那个 那个概念跟这个 是不是应该可以连接上啊 就是呃 这种意志的主体 是强调的是 你工人 既可以是工人 也可以是人家 同时可以是厨师 也可以是吹小提琴的 就是你可以是 你想干嘛就可以干嘛 就是大概是这个意思 这是一种意志性的主体 对 这个也是整个后结构 也特别强调的一个事情 或者是后后结构 在强调的吧 反正政治这块的这个解读 就到这了 有没有问题 大家来 问一问 鬼节子兄 你要不看一下评论区里面 就是 李锦诚一个很长的问题 还有其他的 是不是要现在回应一下 嗯我看看啊 我看看刚没看到 嗯 我看看他这问的是什么 奴隶会不会因为听不懂 听不懂到主人和主人 时间的对话 主人们可以听懂自己的对话 观察到自己和主人 对洛格斯手的翻译不同 这类不平等类型 是属于那个日常追悟 嗯 这个你还是回到朗杰 他的那个故事当中去去看就行了 对 这个没有 没有 特别多这个脑洞的 的的必要 就是 就是他只是 那个故事也是一个象征性的故事啊 就是 呃 从那个故事当中也可以推论出大家 就是他那个前提 就是大家都是平等的 只不过是说这个主人拿了个鞭子啊 隐喻就是说他有一个符号 他占有了一个更多的符号啊 来有一个差异 这样造成了一个不平等 所以是不是朗杰 其实就是把它叫做后后结构 其实更有意思 因为他似乎也隐含着对于后结构的批判 就他似乎也一直对 他一直他对差异有批判 但是对于这个差异也有肯定 反正也能读出这么一点这个关系 对 嗯 这个问题 我我认为文本当中没有出现 所以就 没 没法回答 对 呃 今天主要是讲这个政治当中的这个平等 美学当中的话 我可以简单的再谈一下 这个几句就可以说完了 因为呃 因为我我这块不写论证了 因为主要主要是把论证放在前面 呃 我主要提到的就是说朗西埃跟康德美学的关系 朗西埃的整个美学呢 我认为是继承并转化了康德的美学 呃 康德美学的一个基本的就是四个环节 呃 就是 这个无目的的 不对 这个无功利的功利 无兴趣的功利 distinterested interest 然后呢 是这个universal communability and the harmony of the faculty 然后呢是proposiveness of four 最后一个是sense commune 就是这是四个环节 然后呢 就是 这个简单讲一下 他这个 什么是这个 distinterest interest 就是说在讨论这个呃审美的这个欲望当中啊 就是人的欲望当中啊 呃 他是有两种欲望 就是两种快乐 有两种pleasure 好快感 好感官 乐趣啊 这种pleasure 一种呢 一种呢 是这个 the zero related pleasure 就是说跟这个呃 欲望有关的这种呃 快感 那这种快感呢 一种呢 是这个 the agreeable 一种是the good agreeable呢 叫做快事 快事判断啊 就是 就是觉得我操他妈爽啊 这个东西好吃啊 好玩 好看啊 快事判断 对 然后呢 另外一种呢 是这个the pleasure of the good 就是跟道德有关啊 他觉得 他做了一件好事 善良的事情啊 觉得很开心 那那康德美学当中的这种判断呢 是说这个呃 跟快感和欲望不太连接的 也就是说是一种 the pleasure of the beautiful 就是对于审美的就快感 就是说就跟跟欲望没有关系 对呃 对 然后朗西埃的这个整个的呃 这个论证啊 我不提了 我他他就 就但是就是我主要想讲一下 他是如何转化 如何如何跟平等 如何从这个审美当中 得出平等的这个结论啊 因为整个这个 这个现代的这个美学当中 对于这个审美的讨论 基本上是跟自由在进行讨论 不论是这个席勒 还是阿多诺 他们都强调 呃 还有阿伦特 他们都是在强调这个审美和自由 那朗西埃其实开康了一个新的这个审美的讨论的语境 也就是说这个讨论这个审美和这个平等之间的这个关系 那核心其实就是在他的这个呃 自由游戏当中啊 基本上这也是老廖重谈 就是只不过他是在自由游戏当中呃 找到了一个平等的维度 他挖掘出来了 为什么呢 就是说呃 传统意义上讲呢 他都是从自由游戏当中得出人是自由的 free play啊 但是他他得出了一个平等啊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在整个审美判断当中啊 首先是会呃 对suspension啊 对于这个imagination和understanding进行这个suspension 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呢 其实就是一种不判断的判断啊 因为我们不对这个概念或者是任何其他的东西啊 执行啊 感性啊 进行这个判断了 所以就是一种纯粹的审美 呃 在这个过程当中呢 他其实就开创了一个呃 新的这种re distribution of the sensible 就是把曾经在治安秩序当中的这种啊 不平等的这种种种种的sensible感知呢 可以转化啊 就是大家在至少是在审美的这个过程当中 大家都是都是感受到的是 就是之前的这个呃 治安秩序当中的这种不平等的这种判断的消失 因为本身你在治安秩序当中 你就不对事物的判断 不判断的话 你就无无没有高高低贵贤之分 因此呢 他的这个呃 re distribution of the sensible 就发生在这种审美判断当中 反正他的这个审美的平等 其实就比较简单 对就没有前面那个 disagreement当中讲那么复杂 反正 对今天我大概就到这了 对 大家有问题的 就对可以后面 对大家有问题的话 现在打在公屏上吧 然后 我们感谢鬼阶子今天做的 仿喜爱的分享 信息量很大 然后大家 我也在消化消化琢磨琢磨 有什么问题 现在打在评论区里吧 或者 举手 然后给你开麦 黑小雷 这怎么还有微信打赏呢 打赏 全部归 归讲师 大家随意打赏 好的 感谢 刚才有朋友 已经提问了问题了 对 你看一下 是 就是共通感 他 是共通感的意思啊 就是中文 对 就是很多人会把这个共通感 理解为是一种普遍性 其实不是的 共通感是一种规范性 是一种 nomativity 就是因为在第二期季当中 它其实就已经有了这个普遍性在这了 是这个universal communability 但是很多人实际上是把共通感理解为普遍性 规范性是啥意思呢 就是说是这样子的 就是 就是 普遍性是这样的 是 我 就是 我对一个东西觉得是美的 然后把它普遍化 其实就是所有人 都觉得这个东西是美的 这是普遍性 但是规范性是啥呢 这个since commius说的是这个意思 我觉得一个东西是美的 你也应该觉得一个东西是美的 是在应该这个地方 所以它是一个规范性 只有他们结合了 就第二期季和第四个期季结合起来 它才是一个普遍规范性 所有人应该都觉得这个东西是美的 大概是这个意思 这个康德美学讲的比较好的 是那个Alison Alison那个书 你们可以去看一看 然后 朗西安和后结构之间的差别 这个太难了 因为我也才开始研究这个玩意儿 我只能 没法讲 对 在场不在场的话 可以 在场 在场是这么回事 就是 这个从结构主义比较好理解 就是 或者符号 我给你一个符号 这个符号是你能看见的 这个符号产生意义是在这个结构系统之内的 但是 在符号周围 其实有很多东西是你看不见的 是这个结构意义系统无法包围的东西 所以呢 在这个符号之外的东西 或旁边的东西 周围的东西 黑暗的东西 它是不在场的在场 它实际是真实存在的 举个例子 更好理解啊 比如说女性主义书写 或者女性主义文学批评 它讨论就是说 在文学史当中 或在文学的创作当中 女性视角的缺失 女性话语的缺失 女性就是不在场的在场 而在场是什么 男性中心主义 西方中心主义 后殖民就是批判西方 对吧 那这些就是在曾经的这个论述当中 不在场的在场 一样 疯子 疯子 精神病人 监狱当中 都是不在场的在场 他们是真实存在的东西 LGBT 酷儿 一样的 对 所以就是这个这个才才好理解 就 呃 我看看啊 嗯 呃 平等是朗西埃思想的政治基石 也是其重要的标签 呃 呃 除了作为语言的平等和知识平等之外 它的平等观还有什么独特之处 或者说朗西埃的平等观的那些 这种基金平等 你觉得基金在何处 呃 就是 是这样子的 就是 我不知道大家今天听我的那个 呃 有没有搞明白 就是呃 语言平等和知识平等 只是它的一个论证而已 这个论证的目的是为了说我们他妈就都是平等的 他就是就是就是说啊 我们在前提在最基础的这方面我们就是平等的 对 他想说我们对于平等的理解要把平等作为前提而不是目的啊 这个这个大概就是就是呃 就是很激进啊 就是就是他就说我们已经平等了啊 啊 但但是呢 重点是我们要基于这样的平等的原则进行行动 我们才能够争取真正的平等 对 因为像右派保守主义 他们这些人啊 失派就是就认为啊 我们他妈就是不平等的啊 就是他妈有精英和老百姓之间的这个差别啊 就是我们能读懂这个哲学家的这个隐微写作 你们读不懂你们垃圾 我们能读懂 那他们就认为人之间就是不平等 那左左派就是认为啊 左派这朗西海这种激进就是说 他就认为我们就他妈平等啊 对不对 那重点只是我们没有没有更好的进行这个实践啊 更好的形式啊 对 但大概就是就是这样吧 那至于激进不激进也 也无所谓了 那就是一个词语而已 对 嗯 朗西海跟阿伦特对于政治理解的区别啊 朗西海就认为这个呃 政治就是要在这个实践呃 当中啊 来来进行形式 大家是基于这个呃 基于这个平等原则 就比如说你当你今天在跟别人相处的时候 你跟这个扫大街的人相处的时候 你跟这个呃 摆地摊的人相处的时候 你见到这个乞丐啊 你是不是认为我们之间是不平等的 还是你就是认为我们之间就是平等的 这就是相处 这就是时间 对 首先从观点上改变啊 然后你对他进行关注 他们就是不在场的在场 他们就是符号之外的剩余 对 这是社会最大的问题 你看主流媒体当中报道都是些什么东西 是不是啊 所以或者整个整个新闻话语都是关注中产阶级 那中国九亿人约收入才才不足这个几千块钱 这些人都去哪了 是吧 就是这样 反本体论和反本质主义有啥不同 呃 就是是这样 就是呃呃 朗西埃这里的这个反本体论是说 他不做一种哲学上的奠基 就是他不去寻找一个哲学上的基础 他认为不重要 重要的是我们如何进行实践 如何进行啊 不管是观念上还是行动上 对我们这个不重要 那那本体论的话呢 就是他找一个基础 寻找一个基础 来来为他的这个理论和观念进行奠基 呃 那反本质主义是什么呢 就是说是这样子 就比如说 这个这个东西就跟那个呃 存在先与本质差不多嘛 就只不过是到后结构那个里面 他们更强调一些 这个反本质主义 就是比如说 东方西方这个事情 有没有一个本质上的东方和本质上的西方 或者说有没有一个本质上的中国 实际上都没有 这个概念都是被建构出来的 啊 你 就不存在本质上的东西 对 你作为一个女性 难道本质上她就是女的吗 那不是呀 她只是生理女性 那她可以社会上 社会性别可以是任何人 那我作为一个 这个殖民地的人 对吧 我本质上就是一个呃 被殖民者嘛 我难道就不可以成为我想成为的人吗 对吧 所以像后结构他们讲这个becoming啊 而不是beam 这个这个就很重要吗 对 然后两种主体化啊 这个好的 就是比如说这样子啊 呃 我和我 比如说我和你 我是学生 你是老师 西红柿啊 比如说你这个西红柿 你老师你来上课来教我 对不对 呃 有一种平等 就是说 你就是老师 我就是学生 咱们就基于这么一个身份 来进行之间的沟通和对话 那在这么一个情况下 我们俩都是平等的 就是说 你就是老师 我就是学生 对吧 咱们俩平等 但另外一方面呢 我 咱们之间 除了老师和学生之间 是吧 你是不是还可以是别的东西 我是不是也可以是别的东西 那如果我们都可以是别的东西 其实我们在任何方面都是平等 而不仅仅是在这一个方面 甚至人也可以是任何东西 所以他强调becoming 所以我 我说这个hetergenarity 意志性 就是说 即便你我都是老师 那咱们是不是 对吧 那当然 老师学生之间 他这个词语 他有一个不平等 但是我们可以消除 把它消除平等 但是 另一方面 是不是 我们也可以都是厨师 我们可以是画画的 我们也可以卖菜 就是 就是这样 这是一个多元主体 意志性主体 就是大家在 各 各对 就是你 你什么都可以干 而不是说 你这个不行 你不能干 大概是这样 然后还有 这个新感性秩序 落实到实际行动中 在朗西埃的理论中 是主张怎么实践 或者说怎么构成的 比如说 主体将新的感性经验 带到公共空间里来展示 这个其实就比较像 就是当代艺术 他们在做的事情了 我对这方面 没有太多思考 因为我 虽然说我在理论上 强调实践 但是我没有想 我没有想 他具体该怎么实践 对 这个是我的问题 因为我这个论文 只是在进行 老师家的理论书里 那具体 他如何跟当代艺术 进行这个结合 会 其实是 其实是有很多方法的 就让我 比如说 那天我有一个朋友给我讲 就是说 你跳街舞 或者是跑滑板 就是你跑到警察局的门口 你去划一个滑板 你去扰乱他的治安秩序 因为在社会当中 不管是空间 时间 组织部分 它的感性 其实在治安秩序当中 这种感性是被规定的 被安排的 就是某些东西 你只能做某事 比如说你在教室里面 不能抽烟 不能打架 那实际上 你在教室里面 抽烟打架 你就是反抗了 他的感性分配 对吧 你抵抗的是什么呢 规训权利 是吧 当然可能抽烟打架 本身不好 但是实际上 我们这些抵抗 时刻都在发生 比如说 你不穿校服 比如说 你把校服撕了 烧了 都可以 对吧 还有 很多 以前看到 学校 高考结束之后 大家把书都烧了 或者是扔 这都是 那更好 做的绝一点 不如说 咱们开学的时候 就把书烧了 是吧 这更好 这是 这是我的理解 嗯 嗯 对 这个感性 就是三种 审美体制 这些我今天都没有讲 因为今天重点是讲 这个disagreement当中 这本书的解读 后面的话 等如果我的这个论文写完了 我觉得有机会 可以再再做一期 就是专门讲 这个政治美学方面的东西 对 这个我只是讲 今天主要是讲 这个平等 对 然后一个无知的教师 怎样让学生 更加接近知识 呃 比那些有知的教师更好 那就是 呃 呃 这个也是实践性问题了 就是 呃 这重重点是 我觉得还是那个啥 就是你 你得让学生 呃 这重点不是你会什么 而是说 你能不能让 把学生 带领到 这个知识跟前 呃 对 其实 那实践上面来说 可能就是说 呃 简单来说 可能还是调动 这个学生的兴趣 给给更多的这个资源 那 我觉得另外一个问题 就是呃 给学生提问 啊 让学生去进行思考 就比如说 像我们所有人 大家今天来听 我讲这些东西啊 虽然说可能没什么卵用啊 尤其是搞哲学啊 什么的 但是我们开始进行思考 其实都是基于这个根本的问题啊 很根本的 世界是什么 人为什么要活着 对吧 然后来开始进行思考 是吧 什么是政治 什么是正义 什么是平等 这些问题很重要啊 就是恰恰是 你看咱中国的教育 不就是说老老给你答案吗 标准答案啊 什么的 那重点是你不要给答案 你给问题 你先把这些问题提出来 让学生自个去思考 让 然后呢 他如果不会思考 你要教他啊 我们这个 你可以读些什么书啊 比如说你去读柏拉图 亚里士多德 是吧 对吧 你让他自己去 就可以了 其实大部分人 都是这么一个过程 去接近知识的 都是从无知的 我很无知的 我高 我大学之前非常无知 啥都不懂 真的 对 上大学之后呢 就因为上学太无聊了 尤其是在国外 没什么玩的 然后身边的人也很无聊 只会打游戏 只会吃喝拉撒 我觉得很没劲 然后开始读书 对 这个就很重要 你开始思考 人为什么要活着呀 对吧 你活着干嘛呀 对吧 等等 就 还有另外一点 就是你可以让学生 意识到自己也很无知 就是苏格拉底式的方法 我自知其无知 对吧 我唯一知道的 就是我一无所知 也很不错 对吧 就是你不要让学生老觉得 哎呀 我他妈好牛逼啊 好啥都懂 不是 你也可以刺激学生 你啥都不懂 但重点目的是 为了让他懂更好 对 而不是只是说 你很傻 你很什么不都不懂 重点是让他意识到 在不懂了之后要干嘛 对 好像大概就是这些了 还有朋友有问题吗 哦 这个这个闲 闲暇蛇蛮重要了 就是朗西埃这个时间 就是呃 其实大家有兴趣啊 其实你们可以自己去研究啊 就是从这个朗西埃的这个论述当中 或者跟时间的这个论述当中 去去去进行一个考察 因为现在呃 由于这个urban study啊 城市城市研究啊 什么这种东西 他关注的空间很多 文学当中也会关注这个空间的书写 但其实对于时间的研究 不是特别多 那很多对于时间的研究 都是基于这种啊 资本主义啊 这个呃 标准时间的这个呃 出出现 那朗西埃的一个观点就是说呢 呃 其实 呃 对 如果是 就是就很多人会说 这个工人不能思考啊 不人不能参与政治 是因为他没空 没时间 没有闲暇 但 其实呢 呃 就是你要你要怎么看待 就是他对他平时 就是因为我们现在这个娱乐 文化工业啊 娱乐给提倡的 就是他其实是占用了你的闲暇 他不是你没有闲暇 就是他入侵了你的闲暇 对 就是你重点你要保护闲暇 保护日常生活 对这个很重要 就是你不要总是被这种 呃 呃 外面的啊 这个这个文化工业 所所所所侵占 对吧 流行音乐 你要保保护自己 对 哪怕我们走到乡间 我们去进行啊 这个无知的聊天 啊 无知的这个游历 大家闲谈 都很好 对 都都比 我操 我去看一场这个 好莱坞的这个商业大片 或者是看一个这个 等等啊 我们把这个时间用掉 啊 少去刷抖音 对 等等 就这些吧 我觉得 好的 那今天 今天讲座的内容也非常的丰富啊 朗西埃这里的话 我们国内的 呃 研究呃 呃 我平常看的比较少 然后今天看到了 呃 信息量非常的大 也要回去多多消化 大家朋友今天问题也问的差不多了 那我们最后 对呃呃呃做一个例行的广告环节 希望大家关注呃路标读书会微信公众号和表正于理项公公众号 呃 然后还有这个例外状态的播客 然后鬼爵子的话会 熊也在这几个地方会做讲座 然后之后 呃还有一次讲座 应该呃 如果不顾的话 哈哈 然后感谢主讲人 感谢今天 呃 管可以关注一波路标微电 嗯 然后感谢主讲人 然后感谢呃各位到来 听听今天的讲座 我们今天的呃 对啊 那个录屏的话 我们之后会放在那个公众号的最新的推送里面 然后大家持续关注公众号 呃鬼爵子里的那一个人还在 呃鬼爵子里的那一个今天的 嗯 这是 今天的呃 这个刚刚听众也有问到 就说今天的这个讲座文档 可以 呃你你发你你的这些是有你的那个论文 你看有没有能够对对对 这个不能不能分享了 这个这个这个不能不能分享对 嗯 啊 好 行 呃 呃 那之后可能 你能不能做一个那种概述一点的 呃 文章啊 这个 呃 你就在那个表征于女性上上面可能会发一个是吧 嗯 对 等等我的这个论文写完了 然后交了 我之后会把这个东西翻译成中文 然后全部发出来 对 毕竟对 这是供供大家来这个学习参考交流 对 嗯 好的 那 大家就持续关注路标 关注表征于女项 那 谢谢鬼爵子兄 谢谢今天到来的所有的观众 然后我们会议就 这样结束 嗯 好的 谢谢大家